過去我們逛書店是一本一本閱讀架上的書 但是水牛書店的主人羅文嘉 他的書店賣臺灣各地小農的菜 而且還邀請了法國藍代主廚 來擔任小農市級的總監 這一位書店裡的大廚師 開辦農學食堂 為大家介紹當季食材 而且他還親手煮菜 把料理端上桌 致力於縮短產地到餐桌間的距離 帶大家深入瞭解臺灣在地食材 還有臺灣的飲食文化和藝術 隱身在巷弄轉角的農作小店 買菜的方式很特別 充滿美學設計的陳列 讓裝在籃子裡的書果 就像調色盤上的顏料般 五彩繽紛 而藏在書果背後的是 小店所屬餐廳的廚房 我們希望這個廚房可以 互取這個市級的販賣 因為確實 傳統的市場在賣菜就是 東西擺出來 然後媽媽去看 這菜我不會煮 我不會買 有一個廚房 然後用這些菜就給大家吃 大家會覺得這菜好好吃 然後才可以下來買 然後呢 如果有不懂的可以來問我們 身兼市級總監與餐廳主廚 蘇彥璋直接與小門合作 與農作小店和餐廳相互串聯 致力縮短產地與餐桌間的距離 這樣的理念來自於他在法國 攻讀藍帶廚藝學院期間 老師的一句話 有一次我就問了老師 我說Chef到底什麼是法國菜 其實他講得很簡單 他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字就是 Day話 就是對法國人來講 這就是土地的意思 每一道料理都必須與在地食材 氣候 文化環環相扣 返台後決定親自走訪台灣各地 探究食材的成長故事 因為土地 所以你必須要了解你土地 會產出什麼樣的東西 第一個你就開始 你就不會在 你可能就不會那麼在乎外表 第二個 你會知道他辛苦 他的辛苦程度 那你就會更珍惜他 身為小農士級的總監 對於手中的蔬菜 有著深厚的情感 但蘇彥章也坦言 自己其實也是邊做邊學 就連保鮮用的冰箱 也都是經驗換來的 其實我們對於賣菜 其實非常非常不熟 文夫是賣菜出身的 然後當很多狀況 我們不知道怎麼保存那個菜 然後菜放著 從早上放著 放到下午就餵掉了 然後媽媽來 就採 趕快 就換一家就走了 而白天的農作小店入夜後 不只是餐廳還是農學食堂 為什麼要成立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為了拉近產地到餐桌 或跟支持小農 所以隔壁的一些 很多的蔬果 是我們自己在新屋的農場種的 除了這些之外 其他的農產也是我們跟有機 或是小農合作 請他們幫我們種來的 那包括今天使用的食材都是這個樣子 當季的蔬果入菜食材的產地來源 特性 蘇主廚端上桌前細細解說 附近鄉那邊已經有開始五月桃出現了 對啊 那所以我就選了桃子當作今天的主角 那桃子這個東西 你們手上的 怎麼講 就是它硬的時候有硬的吃法 軟的水有軟的吃法 軟的時候基本上拿來做果价很棒 那硬的時候它也不是只是水果而已 所以我把它做成菜 烤豬肉透過桃子果肉 洋蔥香菜 百香果等調製而成的沙沙醬解膩 豐富食材對連出的料理 頂著法國藍帶主廚的光環難以想像 蘇彥章其實大學念的是理工 研究所還轉讀電影 最後才投入料理 聽起來也許有點三心二意 但對他來說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意義 譬如說理工的訓練讓我邏輯性比較強 對我來說我覺得做菜比較像數學 你會一加一你就會一加二 你就會十加十 對 所以這東西是你只要 你只要讓那個邏輯出來的 你就很容易做菜 研究所攻讀電影美學概念的養成不說 在學期間的紀錄片拍攝也在他心底 埋下了日後探究美史文化的種子 紀錄片很大的部分是做田野 好 所以這個東西會牽涉到什麼 這個食物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文化 而不出現在那個文化 它其實是有它的背後的意義存在的 這個 這個 曾經攻讀電影最終沒能拍攝自己的作品 但是獨彦章蜿蜒曲折的料理之路 已經宛如一部精采的電影充滿驚奇 一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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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炸 一炸 一炸